念佛之人 不可效于人做还寿生 祭库等佛事 以还寿生不出佛经 戏后人伪造 祭库是愿死后做鬼 欲先置办做鬼的用度 既有愿做鬼的心 便难往生 如其未做 则物做 如其已做 当禀明于佛 弟子某 为求往生 前所作祭库之名姿 通以赈济孤魂 方可不为往生之兆 凡寿生 血盆 太阳 太阴 眼光 灶亡 胎骨 分珠 妙杀等经 皆是妄人伪造 切不可念 愚人不知念大成经 即阿弥陀经 无良寿经 观无量寿佛经 心经 金刚 药师 法华 愣言 华言 普贤行愿品 等经 偏信此种瞎造之伪经 必须要还寿生 破地狱 破血湖方可安心 有名利人 未说是为 亦不肯信 须知做佛事 为念佛功德最大 当已还寿生 破地狱 破血湖之前 请有正念之僧念佛 则利益大乙 意涵便富 印祖的每一篇文章都是有破血显正的功德 除了贪嗔痴慢以外就是不正见 这是我们凡夫根本烦恼的六大部类 邪知邪见 颠倒妄想 不管是世间的出世间的 都是非常危害我们的世间法中的生活和出世间的道行道业的 所以印祖才说 念佛之人不可效仿于人 从中可见一个能有念佛之心和念佛之行的行者来讲 确实是一个智者 可以说是上上的智人 那么愚人的话就是愚痴 按顿 不解正法 如果说从原法上来讲 异者是门外汉与佛无缘 他根本不信因果轮回这回事 认为生老病死是很正常的事 他也根本不知道何为佛法僧 更不要说念佛 那另外一些 是已经入了佛门与佛有缘之人 这种愚痴更可怕 他把修行的精进或者信仰的虔诚 本来是好好的 这种力度他给使在邪门外道上 所以 要么就是完全的学修外道邪法 要么就是志向太卑劣 没有大事也大格局 就在人或者轨道中来回打转 根本就觉得净土余己无缘等等这一切 印祖当时在民国年间 一些愚痴的颠倒众生经常会做一些附佛外道之事 这种做还寿生 祭库等佛式特别流行 印祖说寿生经这肯定是后人造的伪经 里面还用咱们佛教的一些专业词汇 说南瞻部州有十二道 就是咱们所说的十二生肖 来的时候是每个生肖走一道 来的时候都已经是欠了阴间的钱了 所以你必须要还这个钱才能消灾 否则 就会有十几种灾难等着你 那么祭库 是愿死后做鬼 大概祭库就是说往那寄存 阴间的库存里面有你该往那里存的东西 你没存满 那么就可能是烧纸钱呀 烧元宝呀这类 到现在有的地方还有这个陋席 印祖说 你做这些事的时候 首先就等于你愿跟鬼道结缘吗 祭库就是寄这个地狱鬼道的这些长库的这些 往那寄置做鬼的用度 先寄存在那里 死了以后当鬼的时候来用 这是祭库的意思 你要知道 之所以净土讲信愿行是往生的根本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信愿行都是具足的 就看你是个去求生极乐世界的信愿行 还是说求生地狱鬼道的信愿行 那么既然你有做鬼的心了 你就是在向鬼道这个国土在树立自己的信愿行 因为你相信将来死了要做鬼 你还提前给自己在鬼道存资粮 使法界里面 他偏偏走的是鬼法界的路线 就这样把净土的缘给断了 但是你看这里印祖旧篇特别巧妙 给一切人都有了机会 他说如其未做 则物做 如其已做 当禀明于佛 做一个回向 反而还以此功德还利益了一些鬼道的众生 自己也脱了关系 增了福德 如果你没有做的话就正好不要做了 如果做了的话 就所有以前记酷的名字 就等于说我们行了不失舍了 通以阵记孤魂 就是鬼道里面的众生谁要去用度 用这个心念一动 还真是如此 那么这样的话就不会为往生之障碍了 印祖讲法讲得实在是圆满容 为什么这么说 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有一种见解 说我们修解脱道的学佛的人要有正知正见 不信什么鬼道呀 因斯呀这些事 这其实也是一种偏见的 因为鬼道作为六道轮回中的一道 确实是存在的 有时候你给它写个什么条呀 烧点什么纸钱等等这些 也是有一定作用的 因为一切为心所限 你一发心就有这个像在 作用相互在缘起 这是可以说得通的 虽说这不是我们修行的正道 但印祖也没有一巴掌拍死 说你有则改之 无则加勉 而且还告诉你 私存的那个阴间的那些资粮 你就镇计孤魂当不失处去 你还有功德了 所以印祖的这段开始很巧妙 凡寿生 血盆 太阳 太阴 眼光 灶王 胎骨 分珠 妙杀等经 印祖把这些好多伪经的名字都给我们说了 寿生经 刚才讲了 还有血盆 佛说血盆经 大概讲到就是说 妇女生产的时候 出的血会污秽了土地啊 鬼神啊等等 或者 拿这个到河边去洗 也把河神也给得罪了 将来在地狱里边有血盆 地狱受苦 就是等等这些 我们仔细了解一下 发现这些伪经里边 比如说眼疾 那个时代没有电 都是点没有灯 灯下作活 上一点年龄的人 久而久之 可能会有青光眼 或者是白内障的比较多 所以说 这里你看 好多伪经里面都有说 眼病能好的这个功德 太阳经 就是说 一般的人如果有眼病的话 坚持送这个经 或者就像咱们现在说 印200张 像散传单一样给散出去 就能消灾免病 那像后面说到的眼光 都是专门说这个眼病的 另外 像我们常说的 天灵灵地灵灵 就是太阳经里边的话 大部分都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造王 胎骨 分珠这些都是伪经 像妙沙经 这部伪经里面 还有讲观音菩萨的事 总归这些伪经呀 如果说 为什么能蛊惑人 就是他们的出发点 还都是劝人 不是做善事 就是念佛或者孝顺 大致都是如此 但是确实没有智慧 不是正知正见体现的 印族就说 皆是妄人伪造 切不可念 就是千万不要 那言外之意是什么 就是你念这些经节这些缘 不但没有功 肯定还有过 就像现在我们有些同修 佛法的根本义理 他也搞不清楚 他也不想搞清 可是他还有点善根 有时候诚信而起 就做点善事 问题是他做事 也不依法度来 不如法如理 甚至有时候 结了一些邪知邪见的缘 无意中还为这些恶法坏法 去做了一些推波助澜的助缘 有人劝说的时候 他还不买账 他觉得反正都是在做好事都一样 所以说 为什么我们作为佛弟子 一定要有责法的眼 什么是正法邪法 你要分得清 有佛法 当然就有外道 有正法 当然就有邪法 就是说 如果我们不依着正知正见去做 那么很可能会祸害一方 比如说 这些伪经 我们以为做好事 你去祝印 那就等于说 瞎人的正法掩藏 那肯定就会有过失而没功德 所以大家在这个上面 也要有点了解 所以 你看印祖破了邪了 又显正说 愚人不知念大成经 这个括号里面 就写了 阿弥陀经 无量寿经 观无量寿佛经 心经 金刚经 药师经 法华 愣言 华言 普贤行愿品 等经 说这么现成的无上甚深微妙法宝 他就不念 偏信此种瞎造之伪经 而且必须要还寿生 破地狱 破血湖方可安心 特别是这里印祖讲道 有名理人 为说是为 亦不肯信 所以我们要明白 学佛过程中 见解和知见有多么重要 为什么佛门里面常说 宁可破戒都不能破戒 就是我们心意识理你 一旦接受了这种邪之邪剑 那么 它像种子一样 藏在我们的阿赖耶石种子里面 由于这个种子 生生串袭的力量 它的支箭 就永远都是那样的 很难被人规劝到正道上来 所以是非常麻烦的 有名利的人给他讲 他也不肯信 也不肯听 我记得 印祖还在另外一篇文抄中 就讲到说这些邪之邪剑的人 说一个人邪之邪剑正在赤剩的时候 你根本就劝不了 印祖比喻说 就像狗喜欢吃屎 你给他说 这是又臭又脏 不能吃 他就根本不买账 你要把他拉开 他反过来还会咬你 那有时候 我们碰到邪之剑的人很多 真是如此 所以印祖说 须知做佛事 最后一句 是这一段的结尾 唯念佛功德最大 你看总而言之 唯有念佛功德 就是盖过一切功德 这是有差别像的 所以当以还寿生 破地狱 破血湖之前 请有正念之僧念佛 则利益大矣 这个寿生 就类似于咱们说的 发心要消业账吧 印祖说 既然你要超度 或者说要消业 消灾啊 你把净资捐到庙里边 请僧人来做佛事 但是这些僧人 他也要有正念啊 此处对于这个正念 大家一定要了解清楚 你不要以为说 这样的要求太高了 印祖这里所说的正念之僧 就是既然出家为僧 就要追求了生托死 如果也能信受净土法门 求临终时 阿弥陀佛慈悲皆隐 那就算有正念 并非在修正功夫上论 不是说一定要有修有正 只要他有念佛求往生的这个知见 就算有正念 所以说老和尚的开示 还真是点滴不漏的 那我们追溯那个时代 印祖所说的种种鱼痴颠倒现象 如果说结合我们这个时代来讲 其实也是一样的 现在的人一旦有点事 或者怎么样 赶紧就去请这个去看看 请那个去算算 或者说就要去找个能掐 会算看点因果的仙 那即便能够关因果 你关了因果有什么用呢 该你受的报你是一定要受的呀 关了清楚你就知道了 继续受报呗 而且为这个还瞎花了好多钱 那他为什么 就是不把这个钱拿来作为净资 或者印经也罢 放生也罢 或者请有正面之僧来做超度佛事 念佛回向也罢 他就不这样干 总是宁愿去瞎浪费资粮 他就不想或者没有因缘 往这个正道上来解决这些问题 印祖这就是提前给我们纠偏 咱们现在有的人还是如此 不要说别人怎么样 我们即使已经信佛了 也在念佛求往生 反观一下 有时候念佛当中出现一些恶境界 或恶因缘来了 还是随着业力就也去干那些事 就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这些缘法啊 真是千差万别 终归还是过去世跟这些伪经 这些颠倒之见有缘 你看这些经里面 都是通俗易懂 而且好处非常明显 再一个就是寄送式的顺口溜 还押韵得很 读起来还朗朗上口 那造这些伪经的人 确实是看过一些佛经 在稍微有点文采 有的写得跟细文一样 民间的稍微有点笔杆子的人 他自己又好做教主 就在那儿杜撰 这个伪经对佛教很大 你看我们现在不要说伪造的 就是有的现前的经典 你稍微把它整合一下都不可以 真伪之变就出来了 何况说你就硬生生在那伪造 所以这一段 就是破邪第一个 就是破邪之剑 破伪经 破旗独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